伴随着奥特曼56周年的来临 全新的星光战士德凯如期而至 新一任断角狂魔也在此刻正式上线 火星之上 强大的斯菲亚球体突然降临 对火星展开了肆意破坏 与此同时 为了探索宇宙中的未知世界 TPU基地决定向宇宙中发射宇宙飞船 而这场行动的主要负责人 交给了我们的第四校长 看着成功发射的飞船 我们的男主奏大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突然天空中出现了时空漩涡 斯菲亚王穿过漩涡降临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 他当即向城市之中释放了大量的斯菲亚士兵 地面的人类见况开始慌忙逃窜 收到外星生物入侵的消息后 护士姐姐和胜利猎鹰号再次启航出动 第四校长也集结了TPU训练学校的队员们 众人带着武器赶往现场 与斯菲亚展开了激烈战斗 奏大见况协助TPU的队员开始疏散人群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从废墟中传出的求救声 奏大急忙向着求救的方向赶去 单凭一人之力难以移动倒塌的建筑 还好龙门与千夏也及时发现赶来帮忙 为了给三人争取救人的时间 蒂斯校长带领手下为三人清除眼前的斯菲亚士兵 见人类开始反击 斯菲亚王向地面放出了斯菲亚扎乌� 怪兽落地的气场将护士姐姐和猎鹰号击落到了地面 在成功将人救出后 还没等蒂斯校长部署接下来的计划 气氛的骤大就捡起地上的武器冲入了敌阵 但凭他一人之力怎么可能和斯菲亚抗衡 只见一个斯菲亚士兵从远处袭来将其吞噬 在斯菲亚的体内 昏迷的骤大还在不断诉说自己的决心 他坚定的信念带他冲破了斯菲亚的空间 紧接着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整片的星空 随后德凯奥特曼的光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正是奏大保护人类的决心将其从沉睡中唤醒 德凯将象征星光战士的奥特闪光剑赠予了奏大 在德凯意识的操作下 奏大完成了首次变身 伴随着斯菲亚的爆炸 德凯奥特曼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怪兽剑框集结众多斯菲亚士兵对其发起了攻击 德凯凭借新手保护器躲过了敌人的进攻 紧接着一击奥特飞踢摧毁了大量斯菲亚士兵 随后便是各种身法操作 斯菲亚扎侮辱斯剑框只好亲自出手 他凭借粗壮的前腿不断压制德凯 然后反手将他按在了脚下 德凯顺势向他发射手部光线挣脱束缚 随后迪迦附体成功将怪兽的巨角踢断 紧接一发塞尔杰特光线结束了战斗 在他击败斯菲亚扎乌鲁斯后 斯菲亚王开始逐渐扩张自己的势力 德凯从眼中看到了地球即将面临的未来 只见他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宇宙 对斯菲亚王发起了决战 奈何自己的力量涌现 紧紧一击就被斯菲亚王打成了光之粒子 伴随着德凯的落败 斯菲亚王也成功将地球变成了一颗孤立的心情 被打回人间体的奏大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当他看向手中的变身气候 德凯闪光剑却以化作光芒消失不见 看着没事的奏大 蒂斯校长上前向他提出了入队邀请 这场事件暂时平息后 人类获得了短暂的和平 TPU也将本次袭击地球的神秘球体命名为斯菲亚 奏大也在祖父的鼓励下决心加入TPU训练的队伍 在德凯出现的一年后 死亡德拉哥再度归来 不知道坐大雨TPU训练学校的成员之间 还会发生怎样的精彩故事呢